大家好,我是阿維了 很久沒做TOP系列了 還記得上次做我是關於LGS肉王鏡頭的 這邊一定很多觀眾有疑問 你怎麼這麼久沒有出長片 不要一直出精華那邊水好不好 先跟各位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為在10到11月初這個時間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動得參與 沒錯就是我們的2023年高雄電競大師杯 那12號的時候這個比賽終於在SKMPART結束啦 線下的氣氛真的非常不錯 同時也感謝Kuma爸爸辦這麼好的比賽 整個比賽整體也很棒喔 我還記得我人生第一次參加電競線下賽 已經是2012年SF的校季杯啦 沒想到下次再參加就是2023了 雖然已經不是選手了 但以主播的位置返回比賽 真的也是挺幸運的 講這麼多還是趕緊回到本次影片的主題吧 這次比賽中真的見識到很多選手 精采的操作與強大的觀念 但即使是選手們 肯定還是有失誤的時候啦 沒錯這次的主題就是 高雄電競大師杯Top10 Fail 對就是一些選手可愛的失誤畫面或是神奇操作 那當然這些選手都還是很強的 這些畫面真的我挑了超久才是難得有一些的 OK那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10名 忍氣維修師傅 這場比賽發生在B組獄賽 ELN三人遭到攻擊之後 直接往無名小鎮的房子裡衝 並且開始利用催化劍技技能建立防禦喔 說真的 比賽中大家總是會緊張的嘛 那緊張就會怎樣 發熱嘛 而這時候就有一位貼心的孤狼 直接站在冷氣機上面幫忙修冷氣喔 講認真的 我是第一次看有人躲在這個上面 而且躲了蠻久的 真是敬業 有人一樣啊 欸對 又是要講這個冷氣機上面是冷氣維修師傅嗎 欸怎麼會有一塊孤狼 第九名 指甲犯受傷 比起冷氣維修師傅喔 這位兄弟更是厲害了喔 在第一組預賽第一場的尾圈中 戰況非常激烈 最後甚至只剩三組喔 除了TSA與BGM是滿邊外喔 剩下一人則是孤狼 而滿邊隊都想吃掉他 但此時 這名孤狼直接擺出假假陣 總共六件指甲 直接硬扛TSA的傷害喔 到最後BGM的岳飛想上去抓他 也是被假假陣屌打喔 這位販售商靠著假假之地之後 成功撐到第二名 真的有夠假 第八名 打槍超強 補血外行喔 這段是TSA 也就是新竹手把根的隊伍喔 在競圈時 跑到埋伏的趣事 一般來說 我們在競圈時 都會盡量保持低調 避免被讀圈喔 但手把根的隊伍就沒在開玩笑的喔 在競圈時直接被電倒兩次喔 第一次可能可以說是沒算好 但第二次這個距離 我敢說絕對是故意的 重點是什麼 導臣這樣喔 對方竟然沒有察覺到 這也有可能是故意的 最猛的是 最後TSA還把賭圈的隊伍給載喔 只能說打槍給力 補血隨意 第七名 滑倒 這場是一組遇賽喔 YPVS對上UPIG 只能說這是頂尖對決喔 一開始雙方在紀念碑遇到 直接薄火起來 而且實力相近 不分上下 打到了最後一打一喔 雖然邦家剩一滴血 但占據高位可以拉大墊 而狗狗穿滿狀態 但只有白甲 本來以為邦家拉完大墊之後 又會是一個精彩的一打一 不過此時邦家一個史詩級的狡猾 直接讓這場會戰以一個 眾人都想不到的方式結尾 對 他怎麼跳下來啦 對 怎麼大墊還沒有拉好 就直接跳下來了 是 感覺是不是 第六名 限制走位 在F組遇賽中 Potato絕對可以算是強勢的隊伍 但這場突然被打到只剩一人 這邊可以看到 轟哥其實離隊友的牌子並不遠 並且敵方兩人都在右邊遠處 剩下一人則是被卡在建築物下面 這時如果使用汗弱 一定可以給對方一頓抽敗 接著將隊友救走 但我們的轟哥 最終決定時候投資物正面對決 一波抽巷子操作後 成功打出27的巨量傷害 不但隊友牌子沒拿到 自己也就直接躺平 看似故意 實則是有益為之 第五名 凱特琳 APEX版 玩過RO的朋友都知道 凱特琳的大招是狙擊一名敵人 而敵方隊友可以選擇幫忙擋子彈 而我 一位RO的老玩家 從來沒想到可以在APEX比賽中 看到這種場面 這把SL的機器人突然被放倒 而對上的阿偉直接拔出大拘開扛 有一說一阿偉真的有夠強 大拘彈無虛發 直接打到對方快要倒地 但在關鍵時刻 催化機突然想起昨天晚餐是隊友買單 直接一個奮不顧身衝上去擋下這把子彈 也就是這一檔讓阿偉一打三的夢碎 雙方都是關鍵發揮 一個用槍一個用肉體 第四名晚中有序 這邊我只能說也是頂尖對決 劇情反轉再反轉 你根本就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讓我來逐真解析 這場尾圈是6XS對上SG 前期雙方一波交火之後 直接打到雙方各生一人 天氣線的位置在下 狗狗在上 但雙方都完美使用擊倒護盾規避傷害 此時狗狗雖然占軍優勢位 不過還是決定拉一條大墊保險一下 畢竟一失誤就會葬送冠軍 補完狀態之後 狗狗直接一波掃描打在自己隊友的牆上 挺細節的失誤 當下雖然認了一下 不過還是決定趕緊的拉起隊友 結果不拉還好一拉牆就消失了 消失之後隊友也是直接成河 而狗狗拿牌牆換甲結果拉到前方的隊友 不過對方剛好在裝彈有驚無險 只是狗狗他想靠護盾當掩體 但天氣線完全不給面子 直接一個引力後踢吹走護盾加打散對方 不過狗也不是吃醋的 直接一個轉身換甲雙方來到白熱戰 結局的最後 天氣線自己走去賭卻被電死了 這劇情比台灣八點檔還誇張 但真的很好看 第三名 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 基本上這已經算是個人班的天花板 因為等等的一二名都是團隊的 因為細節真的不輸第四名 而且簡單直觀震撼力證是瞬間的 這段是兩名孤狼在尾軒互打時發生的 羅巴抓到天氣線的位置後想要將他擊殺 不過天氣線一個引力貨低規避槍線 落地後則是一波風騷走位讓羅巴整管炮槍 在Liro覺得自己一定能逃掉死被記得雷炸死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他是自己丟著高拋雷炸死自己 但我後來用0.25倍數看 事實是讓人無法置信的 這邊可以看到Liro丟雷是往屋頂砸的 想要讓羅巴停下腳步 不過最後這顆雷被引力貨踢往上帶之後砸在自己頭上 只能說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 第二名 啊?要這樣玩是吧? 我們都知道會戰打輸都是正常的 不管是在強的鼎列還是選手都會失誤 但這三波會戰是真的讓我們滿驚訝的 前八名都是個人秀 但後兩名直接給各位組合包 第一波空手贏敵 這把會戰是NA對上BGM 一開始看感覺都可以 雙方有來有回 直到NA的天氣線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空手走過來直接被打爛 當下我播報也是有嚇到 本來以為就是衝過來補殘型 但直接空手上門就好像第四日女朋友家沒帶禮物一樣尷尬 第二波武士精神 這波是露西法兔對上YT 而YT已經被打到剩下最後一名成員 基本上來說應該一波三打一就可以輕鬆拿下 但露西法兔直接講求武士精神 一個一個上去對槍 不過YT的關你屁事也是真的強 在三人的圍攻下竟然還成功反打 情況下呢要往前塗的話 這個二打二 這邊已經倒下了第哈路 又吃了五個陣的槍線 這邊還喜歡嗎 被燒死是攻擊底勢喔 這邊反而從優勢直接打成大獵勢欸 對 哇好可惜喔 這邊卸面殺 這個天台角 有點晚啦 這邊必須得單挑 這邊就看一下YT跟關機底勢 哇關機底勢這槍太硬了吧 他這個距離 第三波急轉直下 這波是SG對上NHM 可以看到SG的裝備非常的差 而NHM則是藍籃子喔 而且朵拉先手還丟出漂亮的燃燒彈 讓SG直接群體爆甲 本來喔我以為這波已經結束了 但真的太戲劇化了 雙方突然就有同歸於盡 第一名以中藝之名行老六之事喔 BGM可以說是學習了我阿偉大殿陷阱的精髓喔 我第一次看到在比賽中可以把敦人這個戰術 發揮到這麼好的隊伍 而且他們之所以是第一名 並不完全是因為老六 而是他們的名字 你能想像你今天走進一個房喔 收著大殿啊 突然就被三人給打啦 重點是名字還是金科木蘭岳飛喔 這種心靈打擊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 這邊我直接給畫面大家自己體會一下 那那時候你的毒已經來了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一定要這樣 可是我剛看一下就是TPE目前已經飛走了 那對於USTR來講 剪完牌子之後 復活完還可以進去這個 除了填包之外 還可以進去這個 喔這邊蹲到人啦 SAP ERO 哇這個風風臭 三個人都在裡面沒有插到點 那這邊我們的S 哇這三個人應該是得被蹲掉SAB DG的天啊 OK 這個是怎樣 DG好像真是 誒 可是這邊門是有被封起來了 那三人間往外面衝DG是蹲到了 我們的Tinch哥 KESU 哇真的是 大家我覺得從下一位開始 大家進這個點之後一定會想看啊 這邊側上再打掉 哇已經被封倒了 這邊應該是走不掉了喔 吹過GP的位移技的情況下 打肉了 哇那這邊沒有子彈 喔這裡有辦法走掉嗎 這裡有辦法走掉嗎 看一下槍法發揮 16D 喔 喔 還是 KESU 哇 這裡 DG真的太蹲了吧 沒有 好啦此部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還是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每位選手本身都還是很強的 這些只是漏王鏡頭 並不代表他們打的不好 抓選手搞笑的畫面與Fail 實則比抓秀操作還難上非常多 最後也要感謝庫瑪爸爸 以及我們高雄市政府運發局 還願意為APEX版比賽還是線下的 也感謝觀看的觀眾 以及各位選手們的參加與支持 我是阿維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